故事是廣道,廣道我去買了這個肉骨茶的麵 肉骨茶的麵,是台灣的 到底台灣的肉骨茶的麵可以不可以呢? 有網友留言說可以,也有人說不可以 我也蠻期待這個肉骨茶的麵 就好像你的朋友跟你說 我最近認識了一班女生,很漂亮的 介紹給你認識吧 誰知道你去到現場的時候 就出現了另一個狀況 令你變成初四的麵口 到底是可以不可以呢? 無論如何都要嘗試 不要吵完,一定要可以 另外呢,即食麵裡面 最有名的,這個已經供應了 沒得攪拌了 黑蒜油,出錢一斤 一定要製成HK那隻才行 我不是玩那隻 我現在就繼續用我畢生的功力 去煮這個 肉骨茶麵 到底是怎樣呢? 我先試一下 这个肉骨茶面,到底能不能够呢? 能够不够好吗?不够好吗? 这样好吗?当堂合适 试试吧,面的质地像那些 不够好吃的面,死火了! 咦?不是叉的,面质不是叉的,是弹牙的 试试试试试试试 好,继续 面头有个汤包,先拌均匀 可以的,可以的 值得一试试看,它不是叉的 因为我们的背景也有很多亲戚在东南亚 特别是马来西亚,也有很多亲戚 甚至我爸爸也有煮肉骨茶 即食面来说,算是这样 这些是酥肉 这些是酥肉 这些是酥肉的,你不会喜欢吃的 但是,有点硬 但做到可以的,四个半 是否五包,不记得了 值得一试